我們看第一題 他說在三角形ABC中 已知A點是17 現在過VC的中線 這一條線是過V的中線 這一條線是過C的中線 分別是X加Y X加Y-5 跟X-2Y加7等 試求過A點的中線 所決定的直線方式 他用這一條直線方式 怎麼做 我們知道三中線的焦點是重心 我現在先把這個重心找出來 因為這兩條中線已知 焦點就是了 然後第三條中線 也會通過這一點 我現在把重心找出來 把重心滿足 這兩個的焦點 X-2Y等於-7 那這個呢 是X-4加Y等於5 把它減上去 減上去是3Y等於12 那Y是等於4 Y求出來以後 我們現在求X-4 X-4等於多少 5-4 5-4 所以重心的位置就找出來 重心的位置 Z 4-1 跟4 再來 我們要求這一條的 就是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就是中線 你看 A 它S座標跟Z S座標一樣 Y 所以這一條直線 就是X等於1 所以中線 我們叫LAR 這是X等於1 這是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 它要求通過VC 這兩點的直線方式 它是怎麼做 我就假設這一點 座標是SE Y1 那麼這兩點的終點 就是多少呢 就是2分之 SE 加1 Y座標是2分之 Y1加7 這一點的話 它是在這一條直線上 所以把它帶進去 要滿足這個方式 帶進去是多少呢 2分之SE 加1 再加 2分之Y1加7 這個等於5 一個方式 然後這一點 又在這一條直線上 把它帶進去 就SE 減掉2Y1 這個等於7 好 那我把這整理一下 這樣我就兩個方成4 兩個位置數就可以解了 這把整理一下是X1 加3Y1 然後把2乘過去 這是10 10減掉8 7加8 10減8是等2 然後現在給它減上去 減上去的話多少呢 就3倍的Y1 等於9 那這Y1 就等於3 Y1等於3 Y1等於3 帶進來 就SE 就等於負7 加多少 3 3 對不對 帶3 加2 乘以3 所以是負1 所以V這一點 是多少呢 是負1 跟多少呢 是這一點 這一點 這一點是 這一點是 X是多少呢 負1 Y13 好 再來 我們求V這一點 那V這一點怎麼求 這一點的坐標 我叫做S2 跟Y2 好 因為重心 我知道 那3分之這3點加起來 是重心位置 也就是說 重心位置 1 4等於多少 等於3分之 這個 加這個 加這個 這兩個加起來等於1 所以這S2 3分之 這個 加這個 加這個 等於4 就是10加Y 10加Y 10加Y 所以S2多少呢 S2 等於3 那這個呢 Y2加10 等於4三四 那就等於4 那加Y2 就等於2 Y2等於2 所以這一點是3 2 好 這一點是3 2 3 2 好 那我用2.4 就可以把這條直線找出來 好 那2.4 我們把這個插掉 好 2.4 就是Y 減3 等於多少 這個減這個是負1 這個減這個是4 R多少呢 X 加1 好 那整理一下 4Y 減12 2 等於負X 減1 那我把這個移過來 移過來 就X加4Y X加3 4Y 等於多少 我把負12移過去 12減1 是11 所以VC直線是這個方式